原标题,台风卡鲁来袭,澳门发出黄色风暴潮警告。 据澳门民房行动中心消息,由于台风卡鲁影响,澳门气象局已于15日实施正式悬挂8号封球,黄色风暴潮警告也已发出。 澳门民房行动中心已于早八时启动全面运作,行政长官崔士安复民房中心召开跨部门会议,部署应对台风卡鲁的工作。 目前三条澳档跨海大桥及莲花大桥于11时25分封闭,档载莲花口岸已暂时关闭,海上客运航班已暂停运营,澳门国际机场80多架次往来澳门航班取消。 青州集荡载灾民中心已经开启,央视记者戴风。 新闻链接8号风球是个食妖。 8号裂风或暴风信号是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一般市民俗称为8号风球。 该信号因应实测风向分为四个方向。 8号西北、西南、东北和东南裂风或暴风信号。 高一级的信号为9号裂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 第一级为3号强风信号。 黄色风暴潮域警报。 风暴潮域警报是根据风暴潮位是否接近或超过当地警戒潮位的多少而由大到小分为四级。 其中一级级红色警报最为严重,实测风暴潮位将会超过当地警戒潮位80厘米以上。 风暴潮域警级别分为1、2、3、4、4级警报。 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央视新闻客户端。 责任编辑张一玲。 责任编辑张一玲。